粉丝一分享的一个进攻回放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超哥偷资源的 比正常配兵打得都厉害 我们去看一下 84个超哥 6个炸弹兵 然后呢 4个英雄 对付这个14本哦 这个14本有点厉害 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阵型 看一下我们这位部落全员 怎么打他79%的 但那出回率挺高的 要是能打一个三颗星 那真的是扬名利万呢 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 怎么可能用超级哥布林 能打三颗星呢 你看他那个援军 援军全部都是女巫加骷髅 他这里要破墙 然后呢 超哥进去 又是狂暴 哇哦 又是加速 又是隐身 结果呢 被那个直接一击必杀 那头石炮好坏啊 最后一个哥布林 一挠 棒 大本银被偷掉 28%的摧毁率 游戏还没结束呢 所有的资源全部抢光了 然后这时候超级哥布林就这样子偷这些 出回率哦 这出回率看一下能偷多少 哇 他要是四个英雄再厉害一点 还真的有可能偷三颗星哦 只可惜啊 就是他这个援军 太多了 太多小骷髅了 那四个英雄打不够 真打不够 要是他没有援军的话 说不定就 三颗星了 想打人家三颗星 谈何容易 这么多骷髅 哇 壮观吗 这么多骷髅满天飞 天鹰火炮打不掉 他英雄的等级有点低啊 那英雄等级满级的话 说不定又是另外一种结果 百分之百的摧毁率也不是没有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地狱台的男打 头屎胖 还有一点 最后游戏结束了 扛不住的 游戏结束 84个哥布林 达了79%的摧毁率 应该可以啦 挺成功的 视频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镇定了 谢谢大家